這個壓力突然升起來 就是我們的這個設備有故障的原因 那我們因為廠商感到跟人員的一個處理 還是花費一些路程的時間 那我們發現之後馬上就總開關會關閉 讓這一區的瓦斯不會再有外泄的情形 那後續整個逐流罰我們也已經更換了 那縣長也請我們針對我們縣市18個逐流罰的部分 要去做一個檢查更新 所以是44分才知道有什麼狀況嗎 沒有沒有我們在8點 剛才上面寫的 我們在8點08分就已經有警示到 我們監控系統就有警示了 那當下你都沒有做任何的做 當下第一個處理的反應是想什麼 當下我們當然是我們內部的工程人員會到現場來 然後聯繫廠商 那查明這個原因在哪裡 因為附近整壓站好幾個 這個原因都要查明來做一個整體的考量來處理 剛才總經理想問一下就是說 就是有專家講說 加壓站有義務跑進去瓦斯管線 只是單一個義務附近 不會造成這麼大的事情發生 那有可能是不是因為前後聯繫太軟弱的關係 我想現在目前這個原因已經有地檢署在偵辦了 那其實我們現在其實他們在 瓦斯公司在初步檢查的時候 是有發現這個軸流罰有故障的問題 那所有的證物其實在第一時間已經送交到警察局了 那現在檢察官也在了解 那所以我想這部分可能還是要盡待這個司法 趕快有查出這樣子的完整的真相 所以你們是說你們今天會主動到 地檢署這邊做一個 其實昨天第一時間就已經有了 那包括今天下午 因為後續還有很多要釐清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都有配合 OK好 總經理大家可以問一下 剛才在這個說明會當中有跟住戶是不是有講好說 大概他們還要在外面住幾天 然後水電跟瓦斯 好我們現在聽到呢 就是在竹北七八的第二天 新竹瓦斯公司代表接受訪問 那麼提到兩個重點 就是包括了檢查更新 節流罰 而且現在也完成了證物保存的這樣一件事情 那麼現在呢 住戶已經提出了七大需求 目前了解已經遭到了安置人數將近40人 那麼一共聯繫了153人 還有的疑問就是 到底已經有多久沒有更新檢查相關的 節流罰以及管線 還有包括監控系統當下有警示到了 這個壓力異常的狀況 為什麼沒有當下立刻的停氣 這是在氣爆發聲意外的第二天下午 瓦斯公司人員派代表出來面對住戶 以及媒體的疑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